那太平洋究竟有多大 其实我们在世界地图上看到的太平洋 并不是太平洋真实的样子 卫星地图下太平洋真实的样子 也许超乎你的想象 太平洋的总面积达到了1亿8134万平方公里 对于这样一个冰冷的数据 也许你还无法想象它的巨大 其实这个面积足以容纳近20个我们国家的陆地面积 比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俄罗斯面积还要大近10倍 事实上太平洋的面积比世界上所有的陆地面积 加起来还要大 泥墨点位于南太平洋中央 它是地球表面距离陆地最远最偏僻的地方 以泥墨点为中心 周围2000多公里直径范围内 没有任何陆地 距离最近的陆地是位于泥墨点北部 2688千米处的迪西岛 想象一下 如果乘坐的一艘船 行驶在这片孤独的海域中 距离你最近的人类 将是400千米高空中的国际空间站 也周围2000多公里直径范围内 只有一片汪洋 没有任何人类 没有穿拨航线 甚至在这片海域中的海洋生物都极其稀少 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孤独感受 而人们也给地球上最孤独的泥墨点 取了一个正式的名声 海洋南地级 浩瀚无垠的太平洋 不止拥有着令人震撼的巨大面积 平均深度3957米的太平洋 还是世界上最深的大洋 但是 它的深度极限 却远不止于此 马里亚拉海鸽 是我们已知大洋最深的海鸽 它位于太平洋西部 菲律宾海一东 从最北端的硫磺岛 至西南端的亚浦岛 全长2550千米 腰板块和太平洋板块 在这里距离的交锋 太平洋板块以巨大的力量 辅送到两个板块中间的 菲律宾板块下放 挤压出长度超过2000公里 平均深度 近8000米的马里亚拉海沟 位于马里亚拉海沟南部的海洋最深处 深度11034米的菲查兹海源 仿佛一个巨大的无底洞 透露出直超人心里的深寒 对于水下的未知世界 我们人类仍然十分陌生 沿着马里亚拉海沟向北 直抵日本 在这里 马里亚拉海沟将和另一条 著名的日本海沟会合 亚欧板块 菲律宾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的边界 在这里形成了梯子形的交叉 日本就刚好位于交叉口的上方 脚下三大板块的剧烈碰撞 给日本带来了每年 上百次大大小小的地震 太平洋对于日本来说 其实并不太平 而比地震更可怕的是 日本脚下的土地正在以每年四到五厘米的速度 滑向南部的马里亚拉海沟 电影里日本沉没了场景 在未来也许会真的发生在现实中 事实上沿着太平洋板块的边界 在太平洋的海底 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一圈 长度近四万公里的海沟和裂缝 这就是地球上最活跃的火山地震带 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 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 从南极洲跨越大洋洲 从亚洲经阿流生群岛直抵北美洲和南美洲的西海岸 这条海沟清楚地划分出了太平洋板块的边界 地球上有近90%的地震 和近代近80%的火山分发 发生在太平洋板块的边界上 看似平静的太平洋 在它的海底却无时无刻在进行着巨大的力量博弈 而浩瀚深色的太平洋 到底还有多少未知的秘密在等待着我们的探索 我们将拭目以待